就我所理解的話 從這個案子這一開始 中國、美國還有加拿大三方政府 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互相的溝通和協商 就算是在美國的普通的刑事案子裡面 中間達成協議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具體的沒有統計數字 但是就我理解在美國的刑事起送裡面 那至少有高達90%的案子 最後都是達成一個協議 比方說檢控官控你這個十項罪 然後你全部加起來 你可能要判50年 但如果你其中認其中一項罪 那可能只能跟你判三年就完了 那這種play bargain的這些東西在裡面 實際上一直是存在著 那我們也看到一些報導 孟晚舟說去年已經開始跟這個團隊 跟美國政府的協商 跟加拿大的政府協商 那好像是說孟晚舟團隊拒絕了 那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演變的一個過程 哪怕今天說美國提出這麼一個動議 暫緩這個協議的動議 這並不等於說美國政府的這個態度 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因為在我剛才說過了很多的這種刑事案子的起訴 那絕大部分都是最後是達成一個協議的 那達成一個協議的有很多原因 那並不是說哪一方錯 哪一方認輸 哪一方贏呢 而是因為他覺得訴訟的這些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那另外這個案子很明顯的牽涉到 中美加三國的這個政治方面的一些因素 所以再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即使現在有這麼一個動議 也不能說證明哪一方改變的態度 因為這實際上真是一個 這個整個一個刑事案子訴訟的這個過程的一部分